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 变数变换法一个比较快的技巧 那么刚才我们介绍 变数变换法的时候 我们要令U是多少 然后再来微分 这样子的算式的浪费很多的时间 那么我们的话呢 只要抓住了这个技巧之后 其实速度会比较快 来我们来看看技巧的内容是什么 那各位同学看一下 我们对1的x次方的微分 是等于恢复原状 那么各位同学想想看 dx我如果乘过去是什么 所以是dex是等于 ex乘上dx 那各位同学注意的不是左边 是右边 各位同学的话注意的是 ex dx就是dex 各位同学的话呢 这两个合并起来就变成了左边 这个地方的话呢 如果你们不了解的话呢 等一下我们的立题 就会让各位同学了解了 那么各位同学两边沉过去 我们一样的 我就直接沉过去 各位同学就可以得到了什么结论呢 cos的x 跟dx 跟dx的话呢 如果合并起来就会变成了dsinx 这边要记得啊 这个是cos dx就是dsinx 再看这个地方 如果这边沉过去呢 负sinxdx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了是dcosx d指的是微分啊 各位同学要知道 再过来的话呢 第四个 x平方的微分是什么 是2x 所以的话呢 我们两边dx的话呢 乘过去 2x乘上dx 是等于dx的二次方 那么我们要熟练 像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微分式 对于我们后面变数变换法啦 还有分布积分法 里面都要用到这些比较快的技巧 我们来看看这个例题 这个积分 2x刮虎 x的二次方加一的十次方 这个的函数的积分 看起来好像很复杂的感觉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你们可知道 这里有一个多一个2x 如果少了这个2x的话呢 我们题目就麻烦了 那么我们告诉各位同学 这个题目怎么做 会比较简单呢 我们就这么想 2x跟dx 我们把它合并起来 这是什么 这是x的二次方加一的十次方 这边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把它写成 dx的二次方了 前面的话呢 我们刚刚的话呢 介绍了我们的技巧 那么心里在想哦 这是什么 这个心 我们心中想 这叫做u 这个叫做u u加一的十次方 比u 那各位同学 知道怎么写答案了吗 答案就是 当然了 你们不一定说 一定要把它看成u 但是的话呢 你们把它看成是 这是一样的 以x平方为变数 对这个整个来积分 那么我们答案就直接可以写答案了哦 答案就可以直接写了 叫做x平方加一的十一次次方 再加上c 是不是就容易了很多 它的这个算式也简短了不少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哦 这个题目的话呢 我们如果少了这个cosx dx的话 这个cosx如果没有的话 哦 这个题目就变得很难了 这个题目的话就要用到后面的技巧 分布积分的技巧了 而且要一次一次的做 那这个题目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这么说了 cosx dx 这个是什么 这个积分 sine的十次方 x cosx dx 可以把它写成 d sine x 写成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看起来很复杂 来我们把这个题目 做一个对照 各位同学请看 如果题目是 u的十次方 d u 各位同学看一下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题目就马上可以写答案了呢 可以马上写了 于是我们就可以直接写答案 答案是 11分之1 然后的话呢 这里的u就是指的是 sine x 11次方 那我们的话呢 熟用了这些技巧之后 我们可以把变数变换的题目 会变得比较 算式会变得比较简单 然后对于比较难的题目 我们也可以比较容易上手 10 10 11 12 13